加拿大在當地時間 星期四 發生了一件 重大死亡車禍 有一輛小型巴士 被一輛大貨車撞上 而因為這個車上乘客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碰撞之後導致嚴重傷亡 目前至少十五人不幸罹難 車禍現場滿是玻璃和車體碎片 地上還有好幾具 用毯子覆蓋的遺體 加拿大中部的曼寧托巴省 當地時間十五號中午 發生一起嚴重的死亡車禍 一輛滿載銀髮和行動不便人士的 小型巴士前往一間賭場時 在高速公路交會處 跟一輛半連結車撞上 目擊者指出 碰撞後 小型巴士就起火 情況相當危急 加拿大政府緊急派出十四名醫護 兩架直升機 兩架飛機 趕往現場救援 但許多年紀大的乘客 經不起強力碰撞 已經不幸罹難 警方也指出 還有十人受傷送醫 兩名駕駛也在醫院 而事故如何發生 肇事責任歸屬 都還需要釐清 這起意外是加拿大近代 最嚴重的交通事故之一 二零一八年 加國也有一起重大車禍 導致車上十多名驅棍球隊員 不幸喪命 公視新聞 徐蘭林編譯 公視新聞 徐蘭林編譯 警方再配替 警方再配替 學生